中國廣播公司 近期因為有關人士在提到打房的議案 那讓很多相關業者提出一些不同的一些論點 那今天藉這個機會由我來敘述一些有關打房這兩個字的議題一些爭議 那有必要向社會各界說一些敘述 那畢竟桃園居於這個台灣才剛開始要進入起程的階段 那當然我們今天所論述的是全國 如果以全國我們105年24.5萬戶 106年26.6萬戶 107年27.8戶 108年有30萬戶的全國總成交量 那我們也期待今年在109年結束的時候有31萬戶的成績 以這樣的數量慢慢地地增 我相信離我們最高曾經有過40萬戶 長達9年的歷史 我認為還非常遙遠的成交的數量 那這個成交的數量是因為基於我們在台灣的同胞們 非常有儲蓄的能力把所有的資金資產留在這個台灣 也足以證明國人對政府有信心才能夠長庫移民 然後把適當的資產做布局 一部分放在自己的土地上面 那一部分也放在自己的建築物上面 因此我想就打防這兩個字是非常的刺眼的一個字句 我是認為台灣各產業都應該要受到相對的大意 如果我們現在談到股票 曾經在三年前到一年前都維持到九千一萬年之間 我們認為是合理的常態性的指數 那近三幾個月以來 跳到一萬一千點一萬兩千點 甚至一萬兩千五百點 那長年性的日交易量是一千億 現在跳到一千兩百億一千五百億到兩千億 甚至到兩千五百億 請問各位 有人會用打鼓的心態去看待它嗎 另外我們再探好 如果台灣的成交汽車量 合理的常態性是在三十萬輛左右 那慢慢提升到四十萬輛 我認為是經濟發展帶來的一個成果 也不應該到四十萬輛之後就要打汽車 因此我認為打房這個秩序應該 在全國不管是產官學 我們任何都有去論述的必要 畢竟打房這個房 代表的不是我們這個建築產業單一個體而已 畢竟在建築業的一個整個生產鏈來講 我們帶動了非常相關多的下游產業 我們預估全國有一萬家的建設公司 有五千家以上的圓造廠 相關的產業的從事的工作人員 至少有一百五十萬輛 那這樣子的打下去 是一個經濟建設過程當中 必要的一個面對的一個不必要的困擾因素嗎 因此我們認為要好好來係數 如何面對台灣的未來 如何預見我們整個台灣有可能的角色 那會在國際間會扮演什麼樣的經濟體 讓我們的國家更富強 讓我們人民更康樂 才是我們應該要正視的 我們最大的成本是在於來自於地價 地價也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那目前我們也可以理解到 雖然有早期的奢侈稅 有後期105年實施的兩稅合一 將來你也課到稅一年內成交 有45% 一到兩年有35% 兩到十年有20% 十年以上才15%的所得稅 所以我認為在我們這個產業來講 我們所交的是會一毛錢 都依照政府規定來繳納 那是不是有一些獲利者 可能沒辦法收到規範 而造次有稍稍失去的現象 因此我還是認為 我們中央政府應該就房地產的健全機制 做多方位來討論 而不是一位用打房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最近有些人談到房價的事情 其實近兩年來一直一直的向中央反應 缺工 但是勞動部或營業署 從事為這個還有待觀察 缺工我們從去年380塊 在某板一平方公尺 跳到四百四百五四百八 現在跳到五百五還找不到某板工 泥座工呢 大工去年兩千五百塊一天 今年已經跳到三千塊一天都找不到工人 那如果是就我們綁鋼金工 去年是四千兩百五十塊一噸 現在跳到四千五甚至到五千塊一噸 到目前我們對工的部分還是非常的渴望 勞動部能夠開放外勞 那就料的部分 我們鋼金混凝土去年年初是四千米平方 四千磅一米平方的鋼金混凝土是一千八百五十 足跡一直跳到兩千二千六 現在可能到兩千七百塊 才買得到一米立方的混凝土 那如果就土地今年以來增值10% 20% 30% 如此對我們業界在成本的增加 絕對是我們所無法去面對的 那如果有業界適度的微調房價 那也是反映一個基本的成本而已 我們的收益並不會增加的 因此在房價上面 我們的基礎是一土地成本加建造成本 再加我們的管理銷售費用 再加上我們的稅費 最後再加上微博利益成為我們的售價 而且這個售價還要經得起社會市場客戶的認同 你才有可能成交 所以這樣的價格 我們認為在價格的差跡 微幅的調整 完全是反映我們的最重要的基本的成本跟稅費而已 並沒有辦法讓我們AZ得到更多的利潤 尤其這一點請各位務必要理解 我們現在目前面臨的窘境 我們現在最渴望政府是能夠開放勞工 因為勞工缺工已經兩年多了 工期雖然在兩年 並不能解決我們在工程進度上面的一個管控 我們業者常常因為有預售的關係 無法如期的交屋 而招致延後交屋有預期發言的事情 如果招到預期發言 則會面臨你所繳交的房屋款 我們必須要賠償每日萬分之五的發言 這樣對我們業者是無限大的一個衝擊 當然也造成社會的紛爭 這是我們非常期待 政府能夠快速開放外勞引進 讓我們這個產業能夠得到合理的一個 施工的工序以維護 我們跟買賣雙方全力義務履約的一個依據 這是我們所盼望的 中立 中肯 中廣新聞網